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从士大夫代表袁安和外戚代表斗县争斗协习 到王允联合吕布刺杀董卓为止 您现在收听的是《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FM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第八集 西域便传说 这联军来袭 梁锦呢已经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他没有看走眼 秋慈城啊不是什么豆腐渣工程 坚固的很 就在城下 他调动军队与联军这么缠斗 数月之后 联军缺粮准备撤退 梁锦呢出城追击 砍杀得有一万多人 秋慈国的这个局势啊 终于是稳定了 这时冬天呢也来了 整个西域啊都蒙上了一层淡白的颜色 因为这个冬天对于梁锦来说比谁都难熬 他赢得了秋慈城 却仍然控制不了西域诸国的叛乱 梁锦呢不敢出城 只能守城 这样硬是撑过了一年 一年之后秋慈城外已经是物是人非了 不胜悲凉 这是梁锦的处境呢越发的不妙 除了一个秋慈城 这汉军好像什么都没有啊 秋慈城外 四眼茫茫 群狼涌动 梁锦就像是一头困尸 连一封情报都无法送出城外 那边梁锦在即 远在万里之外的洛阳城里的邓太后啊 也是就像是火上的骂战一样 他召集百官开会 讨论这解释西域的方案 会议呢开的也很沉重 最后得出了一个方案 那就是放弃西域 撤军回国 理由是西域啊 太大了 汉朝呢很穷 战争啊是烧钱的 实在是撑不下去了 公元107年6月22日 汉朝中央决定了撤销西域都户 令派骑兵出赛迎接段喜和梁锦等人 要求他们全都撤退回国 这辽阔的西域啊 从此以后就成了汉朝永远的传说了 在我生之时 西域不是传说 与我死后 西域成了海市蜃楼 三十功名陈于土 八千里路云和月 就此成为浮云了吗 透过这苍茫的历史 我仿佛看见了 有一个叫班超的英雄老人 立于大地之上 正在悲伤凝望 颤抖气下 东汉的日暮西山 潘多拉的这个盒子被打开了 紧跟西域诸国之后 羌人呢也跟着造反了 在很久很久以前 羌人本来是住在塞外的 往往新朝末期 他们趁着汉朝乱世 纷纷移民到塞内 当事时 刘秀的老手 伟霄负责囤守西州 却没能阻止他们 伟霄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趁势力倒 这个引羌人进入塞内 跟他一块搅混刘秀 军灵天下这盘水 后来呢 刘秀灭了伟霄 任命护枪校尉 专门管理枪人 但是整个大西北啊 枪人跟匈奴 以及乌环 鲜卑等少数民族 仿佛是苍天派来跟汉人玩的 没有理由平静的过日子 于是乎呢 他们总是隔三差五的造反 在漫长的造反与镇压造反运动中 汉朝出过数个 枪人问题专家 其中最著名的 恐怕只有两个 一个呢 是前福波将军马元 一个是邓隋的老爹邓迅 这俩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 一个呢 手持利剑 一手摇橄榄 先是把枪人给打怕了 然后呢 就是以德夫人 派出工作队下乡 规劝他们好好的过日子 不要出来闹事 前面咱们说过啊 邓迅在世的时候 枪人特别听话 邓迅死了以后呢 他们很是悲伤 甚至要自杀 追随邓迅而去 当年马元将军死的时候啊 枪人都没有如此的悲痛 由此可见 邓迅管理枪人 真的是做到了和平发展 和和谐共处啊 但是呢 邓迅死了以后啊 这一切美好的结局 全都破坏了 在邓迅之后的汉人官员当中 看枪人很不顺眼 什么压迫的手段都使上了 结果是 你看我不顺眼 我看你也不爽 枪人这肚子里啊 全都是火药味 已经到了爆发的时刻 冰冻三尺 非一日之寒 汉朝官员胡作非为 枪人要造反 这是迟早的事 就差那么一条刀火索 很快有人就点燃了这个刀火索 枪人造反之火 犹如野火燃烧 席卷了汉朝数十年 这个点火的人呢 他不是枪人 而是汉人 王洪 汉朝中央撤掉了西域都户以后呢 不是派人去迎接两锦行人吗 派的人不就是眼前这个王洪吗 实为齐都尉 王洪领到了邓太后出兵 救西域的任务以后呢 很是积极 马上回到了枪地 拉起了枪人骑兵部队 然后呢 就没日没夜的往前线赶路 被王洪硬拉上的枪人骑兵呢 总共有数千人 这些人一听说啊 要去西域 心里全都起毛了 这西域是什么地方啊 那是路途遥远 天高地阔 那些野蛮人杀人 一点都不比自己差 如果跟随王洪这么走一遭的话 肯定就是肉包子打狗 有去无回了 所以一想到这儿啊 枪人心里头全都打起了退堂鼓 于是王洪拉出了军队 还没出散 枪人骑兵啊 早就脚底抹油 溜之打击了 眼看救人的计划就要泡汤了 王洪心里头那个着急呀 就像是锅里正被热炒的鱼 于是呢 汉军只好来点狠的 凡是逃亡的枪人骑兵 抓到了都要严重处分 那这严重到什么程度呢 枪人做梦都没有想到 他们被抓之后啊 自个儿被斩也就罢了 汉朝人竟然派人 查出了他们所属的部落 连老家的大大小小 全都一锅给端了 汉朝的这个整人技术 实在是太烂了 摆明了就是 唤醒枪人造反的念头嘛 果然枪人部落 只要一闻听汉军来了 整个部落的大大小小 男男女女老老少少 整个搬家跑人了 他们一路跑 有好多部落也都跑出了塞外 这塞外就不是汉人的地盘了 所以这下就好办多了 强人跟邓迅多年 都不知道造反是什么东西 现在造反倒觉得 有些别扭和生手 他们没有武器 随便拉了一根木头 扛起了一个铁锯 这就是革命工具 此情此景 不就是当年陈胜吴广的 接干而起 斩目为兵的景象 一句话 官逼民反 民不得不反 前线的汉军将领糊涂 远在洛阳城的邓太后 脑袋却好使得很 她认为地方政府错了 中央政府不能跟着一错再错 所以为了弥补过失 邓太后下了一刀诏书 赦免了强人造反联合结党 阴谋造反的罪 下完了诏书 邓太后把一个人给喊了过来 说这前线很乱 现在该是你出马的时候了 邓太后叫来的这个人 就是他的老哥 车旗将军邓志 邓志是盼星星盼月亮 就等着邓太后的这句话 他一接到任务之后 立刻率兵出发 可能都没有人知道 邓志一直渴望 来一场像样的战斗 道理很简单 他渴望做一个有追求的人 而不是像别人说的 他就是靠他老妹 才有今天这个殊荣 您现在收听的是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有听我想听的喜马拉雅出品 杨腔腔为您播讲 如果您觉得我播讲的 还是不错的话 可以给我点个红心 点个赞 评个论 或者打个赏 在这儿 我谢谢各位了 可是这嘴啊 是长在别人的身上 是由不得他 他要塞住天下人的嘴 就必须行动起来 像当初马皇后家的 这个外戚马房 或者斗皇后家的斗县一样 亲临前线 杀敌立功 跟随邓志出征的 是一个很邪门的人 这个人咱们一点也不陌生 他就是之前从西域跑回来的人上 人上的丢了西域 但是没有丢官 被中央重新任命为 征兮校尉 邓志和人上的两个人 率汉朝禁旅 北军五个兵团出发 再加上地方各军的兵力 总共有五万多人 他们的冬天出发 第二年的春天 也就是公元108年的正月 就抵达到了汉阳如今的甘肃甘谷县 邓志的计划是 与汉阳郡政府所在线 纪县完成军队的集合 然后再准备行动 然而计划不如变化 强人已经布好了一张网 就等着邓志扑了过来 果然邓志刚到济县 然后呢 就 枪人就迅雷不及一二之势 袭击了汉军 大大的教训了邓志一顿 杀了一千多人 这个时候邓志紧张了 他没有理由不紧张 他跟过斗县 见过斗县是怎么狂扁这个蛮夷的 在斗县之前 马家外戏马王杀人 那也是一个不眨眼 可是他呢 这可是他人生的第一次战役 戴的呢 还都是汉朝的精锐部队 可是这脚跟还没站稳 就被这个枪人给打乱了 所以正当邓志心惊胆战的时候 邓太后给他送来了一个猛人 这个猛人呢 就是刚从西域回来的梁锦 梁锦的才进敦煌郡 就接到命令 赶赴前线参战 梁锦来得很及时 他到了张叶 如今的甘肃省张叶市 跟枪人军团干了一仗 斩杀和俘获七八千人 剩下的那些枪人全都逃了 这时枪人呢 有三百多位酋长前来投降 梁锦的很厚道 把他们都给打发回去了 说只要好好过日子 你们都会很安全的 这边枪人是安全了 可是邓志呢 却压抑了 冬天 各军军队集合完毕 枪人呢 也各就各位 双方约好时期 找个地方狠狠地干了一家 那么这个会战的地点 选择在了平乡 对异双方 那都是数万人 邓志没想到啊 就在他准备报仇血恨的时候 他犯了一个 哎呀 最基本的一个常识错误 军队没问题 时间呢 也没什么问题 他最大的失误 就是用错了一个人 这个人 这个人就是人上 前面咱们说过了 人上是一个很邪门的人 这个曾经跟过邓迅 又跟过斗县的 见过大场面的将领啊 脾气很大 军事才能 那不是一般的差 这次邓志精锐都交给了他 能否挣回先前被打的面子 全都指望他了 可是人上跟这个羌人 混战了一场 带了数万人冲上去 又退回来 然后呢 再数一下人 哎 少了八千多人 不用说 那八千多人 肯定成了羌人的刀下鬼了呗 于是 羌人的这个胆啊 是越来越壮 他们声势大振 超出了邓志的想象 这叛星星 叛月亮 叛上战场 叛来的却是这样的结果 如果时光可以倒流的话 邓志啊 愿意撞一千次强 也绝对不会再上 这个晦气的战场了 可现在来都来了 打又打不过人家 想退那没有借口 怎么办呢 一想到这儿啊 这个邓志的头都大了 邓志头大的呀 其实还在后头 这时前线的也照不住了 后方的也撑不住了 如果再拖下去的话 那就会出大乱子了 这么大的后方 撑不住的地方 指的是后勤 战争呢 我们知道拼的是经济 而经济的具体表现啊 就在于战场上的后勤工作 在那个时候 没有高速路 没有飞机 没有火车 大量的战争物资啊 要往前线运 需要的是后勤人员 绝不少于前线 上个世纪末 有人将朝鲜战场上的 中美两国的后勤呢 做了一个比较 美国军队 一个前线士兵 就有十来个后勤兵 在为他服务 中国呢 一个后勤兵 必须为前线上百个士兵服务 所以 面对如此巨大的战争差距 咱们中国还能打退 美国大兵啊 简直就是奇迹 邓志可能曾经相信过这个奇迹 但是呢 他绝不相信 奇迹不可能在他和人上身上出现 回头瞧瞧 这前线呢 输了战争 西北各郡的人心惶惶 物价大涨 百姓呢 吃不起饭 死人接连不断 后期粮食也一时无法送到前线 这个时候 一封奇殿 改变了邓志的困境 让他犹如黑暗中 看到了希望的曙光啊 有时候呢 这人生就像是爬楼一样 有人哄你上了高楼 则在底下把梯子抽掉走人 让你在上头啊 干跳脚 邓志呢 被困于高楼 怨不得别人 是他自己架着梯子上来的 强人呢 却防不胜防的 要烧他的梯子 妖怪只能怪自己啊 这个时运不济 可是邓志啊 没有彻底的绝望 正在他犯愁的时候 他看见有个人 抱着梯子 正朝他的这个方向赶来了 人呢 是邓太后派来的 但是梯子啊 是别人送的 送邓志下台梯子的人 名字叫庞参 是位工程部的一个主管 河南人 殊不知啊 庞参这一回也挺不容易的 因为他被指控了犯罪坐牢 刚刚才出狱 蹲牢的时候啊 庞参人在这个牢房里待着 可是心没闲着 他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消息啊 特别的灵通 他通过儿子把一封奏书送到了洛阳城 在这奏书里头啊 庞参呢 替邓志提出了一个专业撤退的安全路线 他是这样写的 西凉呢 兵荒马乱 兵灾天灾 一道起哄 梁道难寄 与其在那跟羌人拼命 不如啊 先撤一步 让征兮校尉 人上吞手梁州 停止征税 停止征兵 然后呢 给农民种田养地的时间 这样不出几年 只要汉军元气恢复 羌人元气大伤 即可迅速出击 消灭羌人 咱先不管这个建议有多少漏洞啊 但是明眼人一看 都知道这是对邓志有利的 把危险留给别人 把安全留给自己 邓太后呢 严重同意这个庞参的意见 惊喜之下 叫人换庞参 人家告诉他 庞参想来都来不了了 因为呢 被关在监狱里了 所以一股莫名的忧伤 掠过了邓太后的发迹 他马上下了一道照 把囚徒庞参提拔为业者 命令他马上启程 赶紧前往前线督导三军 紧接着邓太后又下了一道照 命令邓敖回京 这下看明白了吧 邓太后派庞参出去 就是想以替补囚员的这个方式呢 来换下邓志主力下场 有时候想想啊 人生有一个好爹 都不如有一个漂亮能干的妹妹好使 斗县如此 邓志更是如此啊 那既然这样 邓志呢 在前线被打得差点就哭天骂娘了 可是回到洛阳以后呢 却受到了非常态的接待 洛阳城外 没有小学生的猎对欢迎 也没有锣鼓震天的秧歌舞 更没有满天气球的这个热闹场面 在那儿只有满朝严肃认真等待的文武高官 甚至亲王公主 全都出来迎接了 更让邓志想不到的是啊 邓太后呢 不但给他准备了热水澡新衣服 还给他送了一顶漂亮的新帽子 这个帽子的名字啊 就叫大将军 人生如此 和汉之有啊 杀敌不容易 我活着回来就容易吗 在那一刻 邓志啊 被枪人追杀的耻辱 全部都烟消云散了 以战败之功 竟然还能顺风顺水的爬到权力的顶峰 只能说啊 这老天实在是太疯狂了 可是汉朝人没有想到 更加疯狂的事 还在后头呢 好了 《月望东山》作品 那是汉朝第七部 妖孽乱政 帝国瓦解 正在喜马拉雅FM持续的为大家更新 如果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可以下载喜马拉雅FM手机APP 关注杨腔腔 或者微信搜索小杨说事 让我们聊一聊 汉朝的哪些事